後來大概過兩個禮拜 然後呢 我又碰到他了 然後呢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文婉 我告訴你一件事 不得了了 你知道嗎 那個手勢會壓的 會壓的 文婉 不得了了 你知道嗎 我那天碰到脆分 他告訴我 你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你跟哲哲 我就說 我那時候心裡不會覺得說 很開心他來跟我報馬仔 而甚至他講的內容 是我告訴他的 讓一圈回來 沒有 根本沒有這回事 你懂我意思嗎 邏輯是說 他把我講的話 講的是他的講話 然後再跟我取得我的心來說 我聽到什麼 然後我什麼什麼 你有沒有覺得很怪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邏輯怪怪對不對 沒有 他懂嗎 可是他居然做這種事 那他可能到外面已經講了一圈 他已經不知道他自己 會壞掉了 你懂我意思 我這樣判斷就知道 很棒 他異常 沒有 很棒 所以我嚇一跳 行為異常 對 我嚇一跳的地方是 我的媽呀 我的天啊 那是我告訴你 是就我們兩個知道的secret 怎麼繞一圈片 你說我告訴你 那個翠芬告訴我什麼什麼 我說天啊 這很恐怖 表示他的嘴巴真的不起 沒有錯 表示已經N個人知道 而且他沒有做比氣 很多人自己說謊沒做比氣 對 沒錯 其實前後對不到 對 對不對 所以我嚇壞了 我從那一刻 那個moment我就知道 OK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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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個女性的朋友 她有一次也是遇到一個姐姐級的人 然後來跟她說 一群姐妹套當中 她是年紀比較長一點的 然後她就來說 我跟你講喔 某某某 那個人心眼很多喔 臣服很深 你要注意一點點 有 有 我常常知道這句話 然後接下來還有說 你要注意一點 然後我跟你講 只要那個 人性大考驗 遇到這種事 你該 你要是看到時障 跟文婉在一起 你要不要跟我講 不會 我會去跟 玉琳哥講 對 商量一下 觀眾是不是根本被安娜的重 然後玉琳哥一定會去跟Paul講 然後Paul一定會PO在臉書上 他會去跟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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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姐妹套當中 她是年紀比較長一點的 然後她就來說 我跟你講喔 某某某 那個人心眼很多 臣服很深 你要注意一點點 有 有 我常常知道這句話 然後接下來還有說 你要注意一點 然後我跟你講 只要那個 來跟你講任何事情 你都要來告訴我 要來跟我商量 這樣我才能夠保護你 所以不管她說的某某某 來跟文婉講任何事 文婉你都要來跟我說 好 然後這樣子我才可以保護你 對 我可以聽你的意見 這樣子她就是把文婉 變成她的眼線 就說只要那個人跟她 消息來源 只要任何人跟她講任何事情 都要透過文婉 然後她全部都可以掌握 所以她把很多人 所以她的朋友中 很多人是不能湊在一起 互相見面的 因為譬如說 A是某一群的消息來源 B是某一群的消息來源 所以有些時候她就會每一個人 都會來跟她報告說 我跟你講 昨天你不是跟我講說 那個誰誰誰 有什麼事要跟你講嗎 那每個人都會來跟她報告 像這種她就可以掌握所有的人 然後後來大家才發現說 原來她叫我們每個人 都要去跟她報告 其實她的那個心眼是最多的 有些人喜歡用八卦來伴亂 對 不會是這樣 對 然後會感覺自己很重要 因為我還有遇過有一種 就是她喜歡打聽你的私事 是她會跟你講說 文婉 我跟你講 我好像在哪裡 我剛剛在哪裡看到 你的那個anada 我這種最討厭 一個好像你anada的人 跟一個女生在一起 那你要注意一下 你確定是她嗎 我覺得很像 這句話就要命了 對 會吵架 其實有一天終於爆發 是在一種狀況下 是因為她又打電話來跟文婉說 文婉 我跟你說 我看到一個人 跟你的另一半很像的時候 她的另一半就坐在旁邊 所以這時候就很確定 她男朋友終於說 你看吧 你這些八婆的 好有姐妹們 她們說話你都一直相信 一直相信 一直相信 不讓她會火大絲 對 你現在終於可以相信我一致了 製造張位 製造糾紛 對 有點製造糾紛 這個臨床的案例 就是我們的第二大危險 打亂你的感情 我可以以為是正義的時間 這也很多 對 其實 像就是前陣子 我的其中一個姐妹 就是她有一些跡象 種種顯示說她可能是有了 然後所以她就很緊張 不曉得要怎麼處理 也不知道男朋友 會怎麼想這件事情 那於是她就把姐妹 她有幾個就約了出來 那有時候大家在外面 難免拍照還是什麼 很容易分心 其中一個姐妹 她聽成了某某某懷孕了 她男朋友不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於是她就很深 她說這怎麼可以 姐妹照你 然後一氣之下 她就衝去找那個男生 然後就直接破口大媽說 你這個父親不要臉 什麼不負責任什麼的 這個爛人 你以為姐妹一定會懷疑你的小孩嗎 我們會幫她處理 罵得好順 信你講的 你其實沒有這樣 我真的不好意思 後來就發現是烏龍一場這樣子 然後但是這件事情 弄得對方也就是面子 名聲都受到影響了 這種怎麼可能再繼續下去 最後就是就分手了 就誤會一場 根本就沒有懷疑 那還好 好扯喔 OK 皓然呢 我覺得就是姐妹當中 有這麼一個人很有正義感的 其實她也不是心不好 她只是覺得說姐妹受到欺負 她一定要去幫忙 那我有個朋友就是 她的男朋友 有一次在跟她 吵架當中就動手了 動手之後 有時候我們姐妹 大家坐在那邊吃飯 我們一定會問她怎麼了 她就會講說她打了我 那我那個朋友就很生氣 她覺得她最痛恨 就是男生跟女生吵架動手 但我們旁邊的人都跟她說 你不要去參與他們情侶之間的事 因為有時候我們不清楚 他們動手的原因是怎樣 可是我那個朋友 他就覺得很生氣 然後有一天吃飯男朋友來接 接我那個朋友 他就站起來 他就當著我們大家的面 而且餐廳旁邊都有人 他就說我最痛恨男人打女人 你知道男孩子 第一個他會很生氣 他沒有面子 第二個他會怪女朋友說 這種事情 你怎麼會跟你的姐妹掏獎 而且現場他覺得 我那個朋友他覺得他在出氣 可是問題是男的當下掉頭就走 一定的 晚上回家變更兇 然後回去 對啊 這種沒弄好家暴會很恐怖的 男朋友跟老公其實很討厭 就是老婆或女朋友 在姐妹她面前在講他們的事 對 而且已經講到這種程度了 而且這種事又變成在那種公共場合 他又當著大家面這樣講 後來那一堆情侶就真的分手了 因為男的覺得他面子掛不住 因為女的所有朋友都知道他動手 對 姐妹姐碰到這種家暴 你要不能亂處理對不對 不過我覺得剛剛聽 可是家暴不是就一定要成 這樣的狀況有一點為難 如果像我們心理諮商 遇到家暴我們是要通報的 所以有時候會覺得說 是有一點為難的地方 然後想要保護朋友 可是我會覺得他講的方法不好 對 他講的方法在 而且是指責的 那可能會讓這個 他的那個男朋友的羞愧的感覺 跟怒氣會更強 其實他用了不好的方法 那如果要保護他 你可能要跟你的先 是好要先尊重你的朋友 先討論 什麼處理比較好 要自己製作主張 覺得我這樣處理是最好的 而且後來我們知道的事情是 女的也有動手 對 那叫護偶 對 但是我朋友 那個很有正義的朋友 他就覺得不管女生怎麼動手 男的都不應該回手 可是現在女的有得比男的壯 對啊 真的 我有一次朋友 我上次有講過 而且女的有什麼斷掌 一幫他打下去 女性 沒有我意思 打臉 我把他講那種子 真的 女男生是很斯文那種 女生反而是屬於很狂 對 真的 你看那我話痕疾 老兵被打得多慘 不是大陸有一個女生在馬路上 叫他男朋友下跪 賞他十字個巴掌 就這兩邊的新聞 對啊 你看很多那種老農民 娶那種本枕太太 乾麵棍那乾麵 拿得很臭啊 把我背面 這張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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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有發 那邊十字固定都有 所以我知道 我有一對不是很熟的朋友 他們其實就是女狀男弱 所以假貌不一定 對 現在女人都很兇 不過現在重點是說 他自以為是來干預 我覺得這是不好的 對不對 打亂這種感情啊 可是沒辦法 姊妹濤有時候會這樣 老師你會是做這種爭議施者嗎 我不會 比如說你看他街上 不小心碰到 你姊妹濤老公帶別的女人 你會選擇跟他講 還是不跟他講 上次不是說我看到嗎 當然我不是上次有講 你都沒有專心聽 有 我都記得 二十幾歲的時候會很正義 可是現在這個年紀不會 適緩則緣 可是上班族女生一定講 這個年紀一定講 馬上LINE或微信直接 還拍照 不信是不是 還拍照 我要是看到發展 跟另外一個女生在一起 我也會爭執 不是 我被謠言鎖獲 會不會要 會看到你會一直想這件事 倒是真的 會想講這樣 但我現在不會講 可是以前年輕可能會 對 可是這個 你要是看到時尚跟文婉在一起 你要不要跟我講 不會 不會 我會去跟玉琳哥講 商量一下 誒 班長 只是被安娜從 然後玉琳哥一定會去跟Paul講 然後Paul一定會PO在臉書上 大家都知道 很聖喔 好 所以我們看第三種姊妹淘的危險是 利用你的人脈 想從你身上得到好處 這個很多 我前陣子就接到我一個好朋友打電話給我 然後他是開餐廳的 他那天餐廳就是生意非常好 很難定位 然後有一次打給我 他就跟我說 那天你的一個姊妹淘有來我們店裡吃飯 我說是誰啊 他說就是某某某 我說某某某 其實我跟他沒有很熟 我說然後呢 他說沒有 他就帶他的好幾個姊妹來我們店裡 他就說他跟余皓然是很好的姊妹 然後我有交代說不用先定位 就去到那邊直接跟老闆講我的名字 就可以用餐 然後他還招待他紅酒 然後你知道我朋友打給我之後 他沒有你欠人情 我當下愣在那 第一個我跟那個人並沒有好到這樣 第二個我覺得說沒有那麼好的交情 然後你怎麼會去我朋友的店裡 跟他說你跟我很好 然後我交代了不用定位 還可以打折還會送紅酒 所以從那一次之後 我就不會再去跟我好 甚至不是很熟的朋友去跟他們講說 我認識的朋友在哪裡有開什麼 可以怎麼樣 從那一次之後我講話就會比較小心 你知道現在外面很多這一種 就他跟你根本也沒有很熟 可是他去到哪邊 他就會告訴人家說 我跟某某某很熟 我們是好朋友 這個以前就有這樣的歷史 有沒有跟你拍張照 然後就說你是他們密相館的 有沒有 他指點然後就紅了 以前很多的 而且我還碰到一個 他說他是我小學同學 那我想到現在想了半年了 我都不知道我跟他同學過 不是他就會去跟人家說 他是我小學同學 然後我小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他都知道 可是我想要講的這個利用人脈的 這個比較黑暗 跟皓然比起來非常黑暗 那他算是這個女藝人現在 他那時候出來 對 女藝人 他現在老實說我要強調 就是利用人脈往上爬 並不是不對 也不是不好 只是你用得漂不漂亮 可是要講就是說 現在結論是他真的還不賴 OK 他真的還真的紅了 曝光率很高 好 那他怎麼利用人脈 我覺得他很聰明的一個地方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現在演藝圈有分很多的幫 本來這群人就叫什麼幫 這群人叫什麼派 OK 就一坨一坨這樣子 那你會發現有很多的節目 他喜歡什麼 喜歡發一群姊妹濤 或一群朋友 然後他們可以talking 比方講說 我們一起出國去玩 我們一起幹什麼 然後我們私下有什麼互動有沒有 喜歡講這個 老實講 比方說 你們四個人 包括許惟老師 你們是一個姊妹濤 一個派 那我根本就不是 我壓根 我從來也沒跟你們任何互動 所以我只要那一集有我 我幾乎整個乾掉 因為我根本沒辦法join你們 你們在講什麼 你變區外人 對 因為我變區外人 對 因為我跟你們根本不熟 然後現在也沒互動 好 那呢 比方我就是那個女藝人 我知道你們有這個幫 然後我就開始 比方我就去拉攏徐薇 我就跟她變得很好的姐妹淘 我就不管怎麼樣 我照片